美国有个著名的巴尔蒂摩 知道不呀 巴尔蒂摩那儿有个大桥 大桥那六个月前撞了 撞了之后就在美国 这成了很大的事了 终于 忙了好几个月 忙完了 花了一大笔钱 有时候花这么多的 有时候花那么多的 那反正是相当大一块钱 巴尔蒂摩港全面恢复行业 好事吧 美联社说了 美国交通部 美国马里兰州的政府共同宣布 巴尔蒂摩港恢复运营 哇 红旗招战 啰骨圈天呐 纽约时报说了 哇 这个事啊 清理成本 原来呢 说的是六千多万美元就搞定了 现在 增加到 一点六亿美元 这个美国陆金工程兵耗资呢 七千五百万美元 美国海岸警卫队又加进去两千五百万美元 马里兰州也没少花钱 花了六千万开通临时航道 天呐 白手这都算了算了 都花多少钱 都花出一个多亿了 我一个朋友搞海败工程的 说就这点事 哈哈哈 第一 不用都花钱 原来预算完全可以 第二 一个月就搞定 美国人你这种活不用干 中国人帮你干 对不对 然后你意思一下呗 你就把什么芯片啊 你不卖的东西 你就手松一松就卖一些东西 本来中美就应该这么合作 现在 你自己做的事没有做不来 你看美国人胖成那个样子 懒成那个样子 干活不行 基建狂魔这个称号 是挂在中国大门口的啊 基建狂魔 美国人干这个真不专场 你说你光清理 这点活啊 人美国人分若干个部门 地方军队 什么政府 巴尔蒂蒙港货轮撞桥 光清理完毕 就用了6个月砸进去11亿人民币 我告诉你 就这钱呀 在中国重新造一个桥 美国人说 你是不知道多少活啊 光是那个那个桥不是他的吗 5万吨残骸 一船一船运走 礼拜六礼拜天不能干活 平时一到五 每天工作时间有限 美国的家不事家不事对不起 家不事这个东西是东北土化 就是俄语machine的机器恢复来的 就是工具也不得力 清理干净 天呐 类似个人 要美国再次伟大 你干这点活干成这个样子 怎么个伟大法 各位您千万别理解错了 不是说现在那已经修完了 现在只是可以通航了 航线本周全线贯通 你要真修巧的话 马来南政府反正有个估计 说耗资啊 那是十个亿捣不住啊 搞不好二十个亿啊 一拍脑袋就多少多少亿 几十亿就出去了 当然是美元啊 而且说如果要干的话 美国现在的速度紧一紧 二零二八年的班公 一个桥干到二零二八年去 厉害不厉害 这效率 妥妥的 啊 蓝星第一帝国 妥妥的大美利国 你看美国官员人的同行之后 人家活动当中人官员这表情 这字好 这骄傲 我从小就被教育 不能拿自己的长处跟人家的短处比 但是有短处这家如果欺负咱们家 不平等待人呢 损害我根本利益呢 损害我长远利益呢 啊 那你现在就这么一个活干成这个样子 你要打压中国 美国印太司令不是宣称说台湾这个地方 他们准备搞一个非常恐怖的 出动了几千架上万架无人机 然后呢 准备怎么着吧 他这个话语说就这次在乡里拉峰会上说这话 说完之后台下都有轻轻的笑声 因为外交场合 都为了理解 就不能哈哈大笑 说你在无人机 你还跟中国比 你就别比了 让无人机无人舰船 你跟中国比 美国早就是拖势下去了 那产业空心化多少年了 东京都知识还是十元圣太郎的时候就有一本书讲你美国空心化 你所有干活的事全都转移到其他国家去了 中国现在世界工厂 美国不是了 二战刚打完 你是 现在早都不是的 懒得要死干不了这活 所以你说要造桥啊 修路呀 什么发着无人机啊 舰船 你没看中国海军下饺子一样 055大区已经14艘了 这个增量美国根本就没法比 所以我们是应该看自己的短处 看别人的长处 但是你损害我根本利益 我也是跟美国人讲讲道理 美国人你本来是可以好好跟中国合作 你干嘛非要弄死中国 好好合作呗 你是你干你适合干的 我干我适合干的 这不就合作共赢了吗 现在美国人没有这个概念 美国人一定要 你输了 我赢了 北京胡同小鸭子骗子 跳皮筋的会说 你输了 我赢了 我的屁股不疼了 哈哈哈哈 美国人就这么幼稚的 幼儿园式的思维 好了 祝贺巴尔利摩港口同行 美国人取得了一项伟大的成就 干了这么长时间 尽管这点朋友 叫中国人眨眼工夫就干完了 美国人能听进化吗 能懂得命运共同体理念吗 能懂得共赢的理念吗 美国人现在坚持这个东西啊 不是双赢 是双输 没办法 美国人就这么一个思维 他还倒是个思维 所以中美的问题 世界上的最根本的问题 关键点是在美国人要怎么解放思想 美国人不解放思想 他就跟你来混的 那怎么办 那你也在陪着他来 要不然怎么办 感谢各位收看 我是中国公民北京市民北京市 东城区居民司法门 再见